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本期视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英灵系列任务要怎么样迅速完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 燃锦英灵 燃锦英灵一共有五个任务 试炼一击败鬼王 试炼二累计打开五个宝箱 试炼三25格内通关 试炼四两分钟战胜鬼王 试炼五完成所有的成就 这个五可以跳过不看 一的话脚通关就完成 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也就是 二三四 第二个很简单 累计打开五个箱子就够了 第三个移动25格内通关 现在来演示一下 好的 那么最简单的燃锦英灵就搞定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章 一夜英灵 一夜英灵里面的设炼分为 一二三四五 其中一依然是击败鬼王 二是累计打开十个秘宝 三是要求在通关时 不击败任何小怪 而四则是要求在25格内通关 现在我们还是来实际演示一下 怎么移动25格内通关 以及怎么不触发小怪战斗 就来到关底boss 然后我们先在这边 看到一个小怪战 然后我们要在这边 第二章 六是 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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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如何在不与怪物发生战斗的情况下来到关底boss 这里需要用到一个小技巧 那就是与怪物接触的时候可以不和它发生战斗 例如我现在触碰了一下这个怪物 但是我可以点这个X 点了X以后继续往上面走 我们需要用的就是这一点 在撞到上面的这个鸭天狗的时候 点X X掉以后继续往左边走 往下 点X 像这样就可以来到关底了 好,那么完成了通关时不击败任何小怪的这个试炼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10个秘宝怎么刷 10个秘宝这个其实可以去刷小秘宝 每一次重置以后都会打开一个新的小秘宝 就像这样子啊 然后点重置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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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一步以后我们已经可以拿到这个插画了 第一张插画 冬雪 成花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英灵应该怎么走吧 松月英灵试炼任务有五个 第一个通关 第二个通关时拾取完全不密宝 第三个通关时击败所有小怪 第四个移动35格内通关 第五个完成全部成就 我们把它分两次来做 第一次拾取完全不密宝 加上击败所有小怪再去通关 第二次移动35格内最快通关 那首先我们要和这里初始位置的怪物发生战斗 击败了跳跳哥哥之后我们先往下 往右走一步 然后自动来到了这个下方 这个时候我们再往右边走 与这里的黑童子发生战斗 战斗结束后 这个时候我们再往左边走 往左被冰墙卡住以后 再往上 往上以后右边可以看见一个怪物 我们往右边走 与怪物发生战斗 战斗胜了以后我们这里先往上 往上这里可以开启一个宝箱 开启宝箱之后我们再往右边走 往上面可以拿到樱花并且发生战斗 战斗完成之后我们再继续往上 往上到了墙这里 走到中间的空地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往左边先走一步 利用这个箭头往下吃到这朵樱花 然后再回到原点 继续走过来 此时我们需要往上 往上先把宝箱打开 然后往左边一直走 走到地图的最左端以后可以开启一个宝箱 开启宝箱之后从樱花路口这里 先往下走 往下开启宝箱 再一次开启宝箱 这里我们要利用这两个点 在中间往下移动 与这个跳跳哥哥发生战斗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往上把这朵樱花给吃掉 吃了以后再往下回来就行了 来到了地图下放之后 我们先往左打开这个大宝箱 打开宝箱以后一路往右就可以看见关底boss了 再次开启宝箱 好的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同时完成了试炼123 在通关时拾取全部秘宝并且击败全部小怪 下面再来演示一下怎么在35个内快速通关 让我们拍摄的车 好了 那么照着做之后 大家应该也把松月英灵苏友成就给完成了吧 现在让我们一键领取一下奖励 成功拿到了白狼的皮肤 雅风城使 首次分享还可以获得20个月 不要忘记哦 那么到现在 我们已经完成了燃锦 一叶松月三个英灵的所有成就任务 剩下的支锤还有韩非两个英灵 等开放之后 我会在后天再出一期视频 实战演练 告诉大家怎么完成所有的成就任务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个收藏 点个赞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at 哥海城路哦 拜拜